- 焦糖咖啡色 - 焦糖咖啡色 - 焦糖咖啡色 - 或是奶茶色也可以 - 那老實說是不是森永牛奶糖顏色 - 森永牛奶糖 - 我們一致覺得要再淡一點 - 喔 - 對 牛奶糖又再更淡一點 - 對 牛奶糖又再更淡一點 - 就是我剛剛說什麼 - 你說是焦糖 - 焦糖馬其朵顏色 - 齁 - 有 有像 - 焦糖馬其朵 - 好 - 那會不會這個就是焦糖馬其朵的味道 - 沒吃掉 - 好像 - 好像不是 - 好險 - 來試試看 - 對 - 這一支我們再簡約介紹一下 - 就是777的一個系列裡面的其中一支 - 對 - 那名稱叫做 - Sand Dance - Sand Dance - 沙舞 - 蛇舞 - 蛇舞 - 蛇在沙上面 - 這個跳舞 - 不是 - 沙舞 - 它的沙是衣服那種沙嗎 - 不是 - 真的是沙子 - 沙子 - 他說這個靈感是來自於卡貝利亞舞者性感的舞蹈動作 - 我就想到就是那種 - 搖擺 - 對 - 那種蛇舞 - 是 - 對 - 那你有看過蛇在沙上面移動嗎 - 你有看過蛇在上面移動嗎 - 這國家地理頻道多看 - 蛇在上面 - 因為它後面 - 移動怎麼移動 - 這樣子 - 對 - 那後面就會遺留下它的蹤跡 - 那畫出來的蹤跡還滿美的 - 因為它是腳叉 - 對 - 很有特色 - 而且它不連續 - 對 - 它會 - 好像你覺得它好像是有一點半跳躍這樣 - 是 - 因為它很燙 - 因為沙子很燙 - 因為沙子很燙 - 然後它會半跳躍這樣有點滑動 - 那個國中課本裡面還有一個隱密 - 它是白色的 - 除了擺光 - 它也是用跳躍 - 很燙的 - 對 - 國中課本裡面 - 好認真喔 - 國中課本你都在進去 - 因為我們不是有去壁畫 - 鋼琴 - 對 - 哇 - 都有 - 小芝麻都有看耶 - 對啊 - 謝謝 - 小芝麻是老師嗎 - 老師嗎 - 你也是老師 - 國中老師 - 對 - 這邊老師也是國小老師 - 我們這邊好多老師 - 真的 - 謝謝 - 而且你也是老師 - 而且你也是老師 - 對 - 對 - 是是是 - 我們整件都老師 - 對 - 換巧克力 - 這是國小老師啊 - 厲害 - 超獎 - 整件都老師 - 對嗎 - OK - 那這一隻 - 趕快來試試看 - 好 來試試看 - 這邊來 - 換邊喔 換邊喔 - 換邊 - 這邊 - OK - OK - OK - 語輪試試看 - 要不要試試看 - 要不要試試看 - 這支 - 這一支 - 教堂嘛 - 奇朵啊 - 真的啦 - 是嗎 是真的嗎 - 沒吃掉嗎 - 對不對 - 對阿 沒吃掉嗎 - 對阿 沒吃掉嗎 - 沒有耶 - 沒有耶 - 沒有嗎 - 沒有耶 - 我聞到的是比較偏樹脂調的 - 我是偏木質調耶 - 對木質 木質調 - 怎麼同樣是 - 怎麼同樣是老師 - 結果 - 分析出來都不一樣 - 因為每個人樹脂調 - 這是真的嗎 - 來來來 - 有啦 - 因為有些樹脂調的香水 - 它會讓你帶一點甜感 -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偏美食調 - 沒錯 - 喔 - 但是我現在 - 你一小時候有沒有吃過 - 有一種糖果 - 也是這個顏色的 - 啊 - 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說它是可 - 維特糖嗎 - 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說它是美食了 - 維特糖什麼東西 - 維特糖什麼東西 - 維特糖對阿 - 它裡面 - 都會給它吃過 - 對阿 - 對不對語輪正確嗎 - 等一下再說好了 - 它先盲聞 - 再來說香調 - 維特糖 - 正確 - 我找到答案了 - 果然就這個顏色 - 它慢慢的又有一個很舒服 - 很好聞的味道出來 - 對 - 欸 - 對對對對 - 我喜歡它後面這個味道 - 好 - 好 - 它前面有威士忌 - 微微的嘛 - 淡淡的 - 是 - 然後橘子 - 所以會讓你有一個那個 - 然後它有可可 - 喔 - 檀香的奶 - 跟克什米爾木 - 是 - 對我覺得整體 - 欸所以那你現在 - 整體滿足 - 在你身上什麼呈現得多 - 目前 - 你說的剛剛的美食感 - 明顯出來了 - 對嘛 - 對 - 那我今天反應比較快 - 來 - 那老師咧 - 我在努力的感受 - 欸 - 老師還 - 嗯 - 老師還捉摸不定這一支 - 但是我很明顯 - 我覺得就是韋特糖的味道 - 韋特糖 - 欸 - 韋特糖 - 韋特糖你搜尋一下 - 剛剛小字牌已經找到了 - 欸是那個扁扁的 - 然後中間有點圓的那一個嗎 - 圓圓扁扁的 - 對對對對 - 然後是這個顏色 - 的糖果 - 那個味 - 小時候你一定吃我 - 偉大的韋 - 韋特糖 - 韋特糖 - 喔是韋特糖 - 對 - 對 - 說什麼每次去爺爺家 - 爺爺都會給我一顆那個 - 對 - 對 - 這還蠻舒服的味道 - 谷歌一下 - 有韋特糖 - 韋特糖 - 韋特糖 - 吃這個啊 - 對啦 - 就是這個啦 - 沒錯啦 - 完全沒有印象 - 沒有吃過 - 真的沒有吃過 - 韋特糖 - 那應該要看裡面 - 對啦 - 沒錯 - 就這個 - 像這樣子 - 左邊 - 是第一 - 應該啊 - 你小時候一定吃過的 - 明圓的這個 - 就是味道 - 明圓的這個 - 現在好像還是有欸 - 現在好像還是有 - 啊 - 因為老師上一篇說他 - 小時候住鄉下 - 現在沒有這個 - 不是 - 也許吧 - 我好像吃過 - 也不是在小時候吃的 - 因為這個是進口的 - 我是後來才吃的 - 真的是進口糖 - 進口糖 - 對啊 - 這個就真的是 - 不知道他叫韋特 - 沒錯 - 這個真的是 - 這很好吃欸 - 對啊 - 喜歡的很喜歡 - 泰菲糖啦 - 它是泰菲糖 - 它是泰菲糖 - 它是泰菲糖 - 泰菲糖很一種 - 泰菲糖很一種 - 泰菲糖很一種 - 奶油泰菲糖 - 看起來是硬的 - 但他在嘴巴裡就會變軟 - 是嗎 - 但是他沒有到泰菲糖那麼甜 - 它沒有 - 我覺得他的甜度是低的 - 是 - 這隻甜度是低的 - 那陳美老師摸索出來了嗎 - 我一直沒有聞到那個 - 越來越濃稠了 - 美食調的感覺 - 可能也是其他鏡頭前朋友的感受 - 等一下 我想一下 - 你要當一個代表一下 - 好 那在老師感受之前 - 我們自己先聊起來好了 - 好的 - 我努力感受一下 - 林欣利 - 林欣利 - 對啊 我覺得 - 它這個味道齁 - 我明白老師為什麼會覺得 - 這到底是什麼味道這樣 -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啊 - 是 - 微微的帶辛香木質那種感覺 - 但是它一兩分鐘之後 - 然後就馬上又變了 - 變得那種就是可可的味道啊 - 然後它裡面的這種 - 威士忌啊跟 - 木質 - 青的木質這種感覺 - 又會融合在一起 - 是 - 對 - 我覺得整體還蠻舒服啦 - 好像帶一點酒香的糖 - OK - 對 - 酒香的糖 - 好 - 你看你泡了咖啡 - 老師都從鏡頭外拿出了它的茶 - 來趕快喝一下 - 可是我要我要清理一下 - 沒有喝拿鐵 - 我的味道 - 故意 - 老師說太淡了啦 - 老師習慣喝濃一點 - 濃一點 - 我們就喝拿鐵習慣就會覺得 - 差不多這樣 - 是是是 - 對 - 那老師有感受 - 感受出來了嗎 - 我覺得就是一個 -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香木質調 - 新香木質調 - 新香木質調 - 我真的很努力感受 - 感受那個美食的感覺 - 感受那個美食的感覺 - 感受的地方 - 然後一直看 - 就好像進到一個房間 - 人家說 - 這裡面種滿花 - 對 - 就是家具拿著 - 然後你就一直 - 或者是說 - 爺爺跟你說 - 我抽屜旁邊 - 第一層有一顆 - 有一包糖果 - 你去幫我找一下 - 打開一次沒有 - 毛就是毛 - 到底是不算是什麼事這樣 - 到底猜哪裡啊 - OK - 所以老師還沒有摸索到 - 我們說的糖果的味道了 - 對 沒錯 - 好 那我來講一下 - 我覺得這個就是 - 除了韋特糖之外 - 它還有更鮮明更立體的那種 - 可可跟焦糖馬其朵 - 你知道在本來我們咖啡嗎 - 我舉個例子 - 完全無法想像 - 本來在奶泡上面 - 焦糖馬其朵是不是都會焦糖嗎 - 會去給它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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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它是很緊緻的有沒有 - 對對對對 - 那你一開始鼻子然後聞到起來 - 我剛剛就這味道 - 你有聞到那個 - 有焦糖 - 我好像還沒有聞到那麼焦糖 - 焦糖 對 - 在我身上是很明顯的沒食料 - 如果喜歡美食料的朋友 - 這一支 - 你又特別喜歡焦糖馬其朵那一種 - 奶泡上面也有這個焦糖 - 焦糖王狀的 - 這一支你會喜歡 - 好老師 - 沒關係 - 不用特別的勉強 - 就以你的感受 - 聞到的感覺 - 聞到就說 - 可能也有人聞這一支的感受 - 是跟你一樣的 - 它前面讓我覺得那個 - 因為我看它的香調表 - 它是沒有辛香料 - 它有香菜 - 嗯 - 然後我想有香菜的味道嗎 - 嗯 - 然後呢感覺好像也還好 - 嗯 - 但我覺得它比較像 - 微微辛香的木質調 - 就好像你把一些木屑 - 嗯 - 我說我感覺到呢 - 就是盤木屑 - 嗯 - 然後你上面灑上一點辛香料 - 嗯 - 然後聞到的那種感覺 - 嗯 - 對 - 木屑喔 - 對 - 我覺得它 - 有這種感覺 - 有有 - 老師說有這種感覺 - 我也有 -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- 它香菜裡面有那個 - 可是沒有木嘛 - 因為這個香菜有的時候 - 都會讓我想到 - 乾燥的木屑那個味道 - 嗯 -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是 - 雪松的 - 白雪松的萃取物 - 嗯 - 嗯 - 欸 老師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方向 - 就是乾燥的木屑 - 嗯 - 乾燥木屑 - 然後再加一些辛香 - 在旁邊這樣 - 嗯 - 這個方向也是不錯 - 滿值得探索 - 我覺得你好像有一點 - 跳掉了前面的那個 - 我們剛剛在講的沒死掉 - 可是你直接進入它 - 中間後面的變化 - 嗯 - 我覺得 -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的 - 這樣子的走法 - 有可能 - 感覺上好像是 -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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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因為它的味道如果跟它 - 這個系列其他支比起來 -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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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那這一支 - 這一支對我這個男生來說 - 我本身 - 我聞得出來它是焦糖嗎 - 上面焦糖的味道 - 嗯 - 加上 - 嗯 - 嗯 - 嗯 - 那但是以我這個 - 不是很愛美食吃甜食的人 - 喔 - 因為我高血糖 - 喔 - 哈哈 - 那我會覺得這個畫面 - 此時此刻這個味道跟畫面 - 讓我聯想起小時候 - 就是 - 就是爺爺都是最疼孫子的嘛 - 嗯 - 常常會塞一些爸媽說 - 你不能吃這個 - 喔 - 這個爺爺奶奶都偷塞給你的 - 這種 - 糖果 - 欸然後就坐在這個板凳上 - 那爺爺坐在他的椅子上 - 嗯 - 靠著背的椅子 - 嗯 - 因為我們就在旁邊 - 吃了他的糖果 - 或者是拿了一杯 - 焦糖馬奇朵 - 然後跟爺爺聊天 - 的這種 - 然後你知道坐著那種矮板凳 - 那爺爺又坐著比我們高的椅子 - 就只能仰望著他 - 很像晚輩看著長輩 - 然後聽他講故事這種 - 非常滿足的神情 - 非常知足的感情 - 一個祖孫在一起 - 美好時光的過程 - 我覺得這個畫面 - 我覺得這支 - 可能我們每個人 - 可以形容出來的畫面都 - 不一樣 - 很不一樣 - 是 - 那妳的畫面為什麼 - 我的畫面是就是我剛剛 - 繼續我剛剛那個參酒館 - 參酒館 - 然後呢就是可能一個 - 走在一個那種很安靜的空間 - 然後那個參酒館人不是很多 - 然後有可能站起來之後呢 - 到它旁邊 -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 - 私人的酒吧那種感覺 - 然後走到旁邊 - 你有一個那種小木櫃 - 然後打開 - 就是裡面呢 - 就是有一些那種 - 威士忌酒啊 - 然後它的那個櫃子的那種 - 木頭的香氣 - 也都同時存在在這個空間裡面 - 然後我覺得這支的感覺 - 給我的感覺是 - 就是那種微微暗的燈光 - 然後搭配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的感覺 - OK 好 - 我剛剛有想到一個畫面 - 其實一剛開始我腦海裡面 - 出現的是這個感覺就是 - 就是一個伐木工人 - 然後呢 - 砍完一整天的木頭 - 對 - 聚完一天的那些木材之後 - 對 - 回到家裡 - 坐在它那個很大一張的木頭桌上 - 然後點著燭光 - 然後呢桌上可能有一盤 - 因為我剛開始真的有聞到那個 - 辛香料的那一盤 - 好像一盤菜 - 對 - 然後吃著他的 - 然後喝了一點 - 準備了一杯酒 - 然後吃著他的晚餐 - 是 - 的那樣子的氛圍 - 有有有 - 但只有他一個人 - 對 - OK 欸老師畫面蠻好 - 我很有那個畫面感 - 對啊我覺得蠻是 - 因為你 - 你剛本來就把這個木屑形容出來 - 對不對 - 就是這個伐木工人 - 伐木工人拔完之後 - 全身都是木屑啦 - 對不對 - 回到家之後 - 好好的我今天累了一天 - 可以享受餐前美食 - 是 - 這樣子 - OK 我覺得 - 老師幫我們畫面帶的非常好 - 好 那我們前調 - 就先留到這邊 - 好的 - 可能後面 - 搞不好老師的走法跟我們正好相反 - 對 - 或許試試看 - 有可能 - 奇妙在這邊 - 待會說 - 拜拜 - 拜拜 - 等一下 - 欸你的為什麼顛倒了 - 對你跟我們顛倒 - 但是我的現在沒有那麼美食了 - 對阿 - 你的比較像我一開始阿 - 對 - 你聞聞看我的現在是 - 對沒事阿 - 對阿 - 你現在出來了 - 所以不要懷疑自己 - 你只是你的人生跟別人做法不一樣 - 只是他的那個 - 走法不同而已 - 你是先苦後甘 - 我們是先享樂 - 然後後復出 - 先樂後苦 - 對 - 好 那 - 其實確實 - 已經開始了嗎 - 我有感受到陳平老師也是鬆了一口氣啦 - 因為他突然覺得自己的鼻子好像 - 跟我們不同一個世界 - 結果沒想到 - 有時候好久等待 - 要留在後面才知道 - 來那 - 那那個 - 已經安排了 - 已經開始了 - 對 - 我們先請陳平老師 - 好 - 趕快來分享一下他的後調 - 如何跟前面完全大轉折 - 我實在很難理解 -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就是 - 就是他寫的前調 中調 - 對 - 在我身上變得比較後面才出現 - 我比較先出現的是後面那個檀香 - 像克什米爾木 - 甚至是廣禍香雪松的味道 - 對 - 是很快就一開始就一直 - 佔據了我的 - 鼻腔 - 對 鼻腔 - 然後呢 - 所以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沉穩的木質調 - 然後剛剛在拍百花那一次的時候啊 - 你知道那個 - 他就完全變成美食調的味道 - 一直飄過來 - 一直飄過來 - 然後就開始聞到了 - 他前面所謂的那個威士忌奶油柑橘的味道 - 我終於就是現在很明顯的 - 你們講的那個什麼糖 - 維特糖 - 維特糖 - 維特糖的那個 - 味道 - 對這個就是一個糖果的味道 - 是是是是 - 所以你也算是鬆了一口氣了 - 對不對 - 不然都自我懷疑了 - 所以有時候你試在身上 - 不是馬上就決定它是什麼味道 - 有時候你讓它走一 - 必須要感受走一段時間 - 你才會知道它在你身上到底呈現是什麼 - 是 沒錯 - 是是是 OK - 好 - 那林欣迪的這一支目前厚調 - 在你身上怎麼走 - 來 - 我剛剛在想它其實齁 - 它的用料就是真的是還滿實在 - 為什麼 - 因為它等於是 - 本來應該厚調它分子比較重嘛 - 才要慢慢才會呈現的出來的 -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 - 因為很量很夠 -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就 - 聞到很非常多非常明顯 - 是 - 所以這一塊這樣子 - 對 然後現在在我身上呢 - 其實跟我剛開始的時候聞的 - 它反而現在是走到更厚調一些些的 - 我前面的那個 -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維特糖的部分 - 已經稍微比較過去一點 - 反而是木質的部分 - 到現在是更明顯更多一些些 - 對 - 是 OK - 好 - 還滿好聞的 - 那其實我到現在 - 你們都還一開始是前中後調 - 其中老師又是前後對調 - 那我是始終如一 - 我是從早到晚都含著這顆 - 韋特糖不放 - 我到現在都還是韋特糖 - 那唯一的差別是 - 本來跟著爺爺在旁邊 - 他講 - 他分享他的 - 然後我就仰望著他 - 然後我繼續吃我的糖 - 喝我的這個叫他馬西多 - 咖啡嘛 - 對 - 那現在是爺爺變成了木頭人了 - 就是爺爺變成了木頭人 - 你講你的 - 我繼續吃我的糖這樣子 - 沒在聽了啦 - 就是 - 但是我還是很享受這顆韋特糖 - 好 -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木質相出現 - 嗯哼 - OK - 那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們三個人 - 其實走法變化都不太相同 - 確實每個人身上呈現 - 你只有被他身上呈現 - 才會是最準確的 - OK - 好 - 那又來了 - 我們新增加的評分標準 - 好 - 五星級 - 先講池香 再講闊香 - 來老師 - 這一支你先定調在什麼樣的香調 - 這一支啊 - 木池美食調 - 木池美食調 - 好特別喔 - 很少會贏到木池美食調 - 我也 - 要講出口一次就覺得很怪怪 - 怪怪的這樣子 - OK - 木池美食調 - 來 木池美食調 - 池香度 - 一到五顆星 - 你給幾顆星 - 你給幾顆星 - 當然可以到四點五顆 - 四點五 - 好這沒問題吧 - 好來 - 那擴散度呢 - 擴香 - 擴散性 - 平均起來應該也有四顆 - 也有四顆 - 所以它擴散也是算強的 - OK - 零到十 - 總體 - 分數你給它幾分 - 九 - 九點三 - 九點三 - OK - 九點三原因 - 因為其實它前面那個木池調 - 那種比較樹脂的木池調 - 其實對我來講 - 我還滿喜歡的 - 那走到後面的美食調 - 其實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- 你會覺得它很有趣 - 是 - 所以我會覺得 - 它帶給我的那種 - 特別奇特的那種感覺 - 我還滿欣賞的 - OK OK - 好 九點三 - 謝老師 - 來 林欣利 - 這一支磁箱幾顆星 - 也是4.5 - 4.5顆星 - 分數都跟老師一樣 - 好 - 那 - 這樣都沒有那個創意這樣 - 那磁箱呢 - 磁箱 - 我覺得磁箱 - 磁箱也是 - 欸沒有剛才是先問擴箱嘛 - 擴箱 - 擴箱是4 - 磁箱4.5 - 磁箱高一點 - 擴箱4 - 擴箱低一點點 - 沒有我是先問磁箱 - 才問擴箱 - 真的喔 - 磁箱 - 我記性還可以 - 磁箱就是 - 回頭看影片 - 回頭看影片 - 好 磁箱多少 - 磁箱是比較久的 - 所以是4.5 - 4.5 - 對 - 擴箱4 - 擴箱4 - 對 - 總體分數你給他幾分 - 9.5 - 9.5 - 比老師高0.2 - 什麼原因呢 - 我覺得它還蠻特別的 - 就是它既是美食 - 又是木質調 - 對 - 對然後 - 但是它的美食 - 不是那種很輕的 - 它是代表重的 - 它是比較重口味的美食 - OK - 就是比較偏酒香啊 - 如果你是這樣酒香掛的 - 對 - 我覺得這次你可以來嘗試看看 - 是 - 但因為它不是美食蛋糕那一種 - 它是比較酒香感的 - OK - 然後帶一點那種 - 我覺得焦糖 - 焦糖味也有一些些 - 是是是 - 好 - 那種感覺 - 那剛剛忘記肉問你了 - 現在要問的問題很多了 - 對啊 - 有時候自己主持人都會忘記了 - 哈哈 - 問什麼 - 那是什麼 - 就是那這隻女把釘得 - 在什麼鄉廟 - 嗯 - 也是美食木質料 - 美食木質料 - OK - 好 - 酒香料也可以 - 酒香料也可以加進去 - 好 - 那換我啦 - 我自己 - 我會把它定到在 - 一樣 - 自問自答很累 - 美食木質料 - 好 幫你問一下 - 你覺得它的持香性如何 - 我都想先 - 剛莫香料先對不對 - 你會將它定義在什麼料 - 木質還有美食料 - 兩種 - 我沒有酒香 - 沒有 - 沒有 - 沒有 - 那持香度呢 - 持香我會給它到5分耶 - 這個牌我都給5分 - 因為算是強的了 - 5分 - 擴香 - 擴香 - 擴散性 - 4.5 - 4.5 - 那也蠻強的 - 一開始你就會感受到 - 包含周邊大概2公尺的朋友 - 在室內你一定聞得到 - 我知道嗎 - 對 - 有有有 - 他不願意回答 - 好 - 然後再來是整體分數 - 你會給它幾分 - 整體分數 - 因為我不是美食掛 - 但是它形容的 - 焦糖馬奇朵上面的 - 奶泡上面 - 還有網狀的 - 焦糖馬奇朵 - 焦糖 - 還有韋特糖 - 我覺得這個特色實在是太有趣了 - 然後再加木質料 - 這從來不會見過的組合 - 我會給它的創造力9.6分 - 那你要說實在 - 我會不會穿身上老講 - 我不是這一掛的 - 欣賞角度會 - 那是穿 - 我不會穿這一支 - 那 - 我只提供我個人的看法 - 不表示所有人 - 有些人喜歡美食掛 - 就是愛穿在身上 - 那你一定會喜歡這一支的 - 我不願意 - 那 - 十二五 - 非常謝謝陳銘老師 - 今天暑假第一支 - 就趕快來跟我們分享 - 這個777系列的 - 舌五 - 舌五 - 好 - 那希望暑假 - 我們多多見到陳銘老師囉 - 好不好 - OK 老師你可以常來啦 - 好 - 對呀 - 不能再用其他藉口 - 需要再忙 - 沒有藉口可以說 - OK 拜拜 - 謝謝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 - 師父